你好,我是Frank 上一支视频,我拍了莱卡的2C放大机 然后收到很多小伙伴的私信 问我还有没有再厉害一点的放大机 那这期视频我想再种草一台 我觉得更厉害的放大机 那可以说是35毫米规格放大机中的天花板 那它就是莱卡的V35放大机 V35它是自动对焦的放大机 很多小伙伴看到这个放大机 第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怎么实现自动对焦的 它里面有自动对焦的马达 实际上它跟2C放大机一样 它是通过一个金属片的一个运行的轨迹 来实现机械对焦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这台放大机跟这一颗42.8专用的镜头是一套的 你如果把这个42.8的这个镜头换成其他型号的镜头 那它的自动对焦的功能就失效了 你就只能手动对焦 V35放大机在80年代 在欧洲的售价差不多是5000瑞朗 那这个汇率如果放在当年中国的话 你至少得是一个万元户 90后00后不知道什么是万元户 可以去问问你们的父母 V35放大机的外形做得非常的简单 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装饰 它所有的功能 每一个地方它都是为了高性能照片的诞生而设计 很轻的动作就可以实现画幅的缩小和放大 但是当它锁定以后又可以做到纹丝不动 非常的稳定 它里面有一个很独特的链条的设计 跟其他传统的放大机的结构完全不一样 在黑暗中你可以在这个尺条上看到你所设定的当时的 所设定的画面的倍率 那能够让你很直白的就知道你现在在做多大的照片 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好 左手边这三个旋钮是彩色滤镜的旋钮 它的最高密度可以做到200 当然你也可以更换这个滤镜的套件 把它这根顶杆往上拉 整个套件就可以拆下来 那你也可以换上黑白多反差滤镜的套件 混光筒是彩色放大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 那V35的混光筒也是非常的特别 它底下的这一片透镜是凸出来的 在它的改进型里甚至加了两片凸镜 那这样子的设计据说是最大化的保证 投影下来的画面从边角到中心的光源的强度是一致的 那我也见过有一些用了有点旧的V35的混光筒 已经被灯烤的发黄了 那如果你的混光筒已经有一些发黄的话 那我建议你应该换一个新的混光筒 那这样子才能保证你的出片的色彩更稳定 这是它的片夹 这两个是片夹的释放按钮 你把它往上推 片夹就可以很轻松的拿出来 那底片就加载在这个上面 那这一片是防扭动环的玻璃 你把底片加载在片夹里以后 你就可以推进去 锁定 这四个旋钮是底片蝙蝠的遮挡 那其他放大机也是有这个功能的 只是它做的比较精致 这是它的滤镜 那我这个是对应它原厂一个分析仪的一片滤镜 但是照目前的二手价格来看 V35专用的分析仪的价格已经超过了V35放大机本身 所以说我也并不推荐你使用原厂的分析仪 那这个是它的手动对焦环 如果你投影下来的画面有一点点虚焦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手动来补偿 下面就是V35的专用镜头 这颗镜头的效果非常好 不管是做彩色还是做黑白 出来的效果都非常的出色 德国的生产 然后这颗镜头它的最大光圈是2.8 我通常会把它放在5.6或者是8来使用 那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功能 就是你把它的光圈环往下拉 就可以实现无极光圈的变化 非常可爱 这里有个小的旋钮是自动对焦的一个补偿旋钮 如果你在使用自动对焦的时候 它的画面会有一些小的偏差或者是模糊的话 你可以再用这个补偿环来补偿到你认为最清晰的画面 然后把它锁定 在你松开中轴螺旋以后 这里有一个滚轮 你转动这个滚轮 这跟中轴会往上升 它上升的刻度就是你所用驰板的一个厚度 那它借助这个方式呢 可以补偿驰板的厚度来实现精确的自动对焦的这个功能 那像莱卡原厂的尺板呢 说明书的提醒是25毫米 那如果是更大的尺板差不多是30毫米 那我通常就会把这根中轴上升的尺度 是把它设定在25毫米 然后锁定它 它虽然是35毫米的放大机 但是它的尺板的规格 它的大小已经比迪威亚4x5的底板还要大 它甚至和2C放大机的6x9的底板做的一样大 那我想也就只有莱卡是那么有信心 可以让你把一张小小的35底片做到那么大的尺寸 V35还有一个超级变态的模式 它有一个可以把机头转180度 然后把相纸放在地上 有一个超大画幅的模式 就是先把中轴降到0 然后松开中轴螺丝以后 它的机头就可以转180度 转到180度以后 你就可以把相纸放在地上 然后你就可以做一个超大画幅 像海报那么大的一张照片 我也不知道做出来会是什么效果 我如果有这么大的相纸的话 我也想试一下 像迪威亚的彩色放大机 它有一个这么大的变压器 那V35的放大机它用的光源也是12V的射灯光源 直流电的 那理论上它也应该会有一个变压器 那它的变压器就在这个中轴下面 这个里面就是它的交流电变直流电的变压器 这是它的电源开关 这里是搭的电源线的进入 我一直很喜欢 放大机的底板高度能够高一点 那你可以在这个下面藏一些 你的这种持板啊 或者是你的笔记啊 这些你都可以藏在底板下面 所以比较高的底板就会有这方面的优势 那自从我用了2C放大机 1C放大机 还有V35放大机 我的这个对焦镜就再也没有用过了 很多人总以为V35的灯泡再也买不到了 那它的原厂的6604和13139的灯泡确实已经停产了 但是在荷兰菲利普的故乡 这样子的灯泡还是可以买到的 只是稍微贵了一点点 那它在这个背后这个位置 就是它放灯泡的地方 你把这个旋钮旋开 就可以把原厂的灯泡拿出来 那它原厂的灯泡的标定是 使用25个小时 那如果你每次放一张照片几分钟的话 那实际上一个灯泡也可以用很久了 在国内的话你可以买6853这个型号也是费利普的 大概几十块钱人民币一个 是可以完美的装进这台放大机的 所以很多人说V35的灯泡买不到了 这个机子就废掉了 实际上并没有 这个灯泡还是可以用更新的型号来代替的 然后6853灯泡的使用寿命是50个小时 整整高了一倍 所以放心用吧 今天忙里偷闲又做了一期视频 那也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 如果你也对暗房感兴趣的话 我觉得V35是一台绕不过去的放大机 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收藏一台 它真的可以让你在暗房里的体验变得非常的好 就好像我们用来卡相机拍摄一样 又可以保证出片 又可以经常来抚摸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得味 非常的香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如果你对暗房感兴趣 也欢迎多多给我留言 我们相互探讨 关于暗房的一些小技巧经验的分享 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哦对了 你如果也用彩色放大机放黑白照片的话 那千万别忘了使用这个表格 它这里的YMC的数值对应的相指的多反差 滤镜的这个号数 只有这样对应住了以后 你放出来的黑白照片才是完美的 千万要记得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